大家好,我是歐小聰老師 由於我經常帶同學玩不同的比賽 我都想一次過教所有其他人 其實每一個專題項目我預計應該有什麼狀態 所以我就決定做一個專題項目的導讀 希望通過這個短片 可以令到不單止我的學生 也可以令到其他學生 明白其實一個專題項目 怎樣才能做得好 我們先開始 其實我建議大家了解幾件事 第一件事先了解一下那個比賽 或者項目的什麼要求 你看到好像在這裡 有兩個男人在比賽 第一件事是一個男人的比賽 原來他要上身赤裸 他可以用手 亦都可能可以用腳等等 這些要求很重要 玩任何比賽都好 你一定要清楚別人的要求 第二就是其實人家有什麼截止限期 過了截止限期 你想報名都過不了 之後你的作品究竟要交短片 投影片 模型 或者是什麼 因為牽涉到 你有沒有能力去做到那件事 之後我自己就會教學生 其實一定要看看獎金 或者什麼榮譽 可能其他老師會覺得 這樣是非常膚淺的行為 但我覺得人生在世 其實我們都很膚淺 至於獎金和榮譽 其實獎金就最好 榮譽的話 其實有時候有些 可能沒什麼錢 但可以作為香港代表的話 可能都足夠你講一輩子 這裡我用一個消費者委員會 最新今年有的比賽 叫做消費至尊嚴 來做一個導讀 我前面就要了解一下 其實這個比賽要做什麼 原來我們想了解一下 本地消費文化和消費者權益 我們要做一些第一手資料 就是不用看其他人自己去找回來 之後要做一些報告 其實這個對象 原來在這個比賽裡面 其實可以分開初級組和高級組組 即是初中同學都可以玩 高級組的同學就會是4到6 要由老師去安排 其實就可以作為一個多元學習經驗 然後最重要就是格式 原來其實有四個主題 或者可以自行選定 因為其實有些彈性 就是可以看到 經過第一輪審批之後 就會選50份 再去打比賽 四個主題分別就會餘下 同學們就可以想一下 其實我自己喜歡這四個主題 還是要自己去選擇 這就牽涉到可能同學是喜歡科技 或者會不會喜歡一些綠色生活等等的問題 於是這裡就可以做得到了解這個比賽 最後因為剛才也說到那個 deadline 譬如好像這裡 它說到是9月30日前才要報名 過了9月30日就I'm sorry 之後提交那個考察報告 其實就已經是12月中 即是如果你9月報名 12月中之前 即是留意你的學校 其實什麼時候考試 譬如本校 我們是11月考試的時候 即是11月考試之後 都會有些時間 但有些學校可能是 聖誕之前才考試的話 那就可能比較麻煩一點 如果過得到關的話 你就可以再去提交報告 再有一個評審的機會 留意一下 譬如這個比賽 它一定是用學校名義參加 並有老師指導 即是有老師肯簽名 才可以玩得的 那好啦 你可能去成為一個團隊 或者你自己去玩 那我們都用回我們政府很喜歡的一個句子 以結果為目標 其實你玩比賽的時候 其實是為了什麼呢 有些同學可能是為了參賽的 純粹是有個名字寫上去 於是SLP裡面 就可以填上這一項 那是OK的 但有些同學可能打比賽 真的為了錢或者有排名 麻煩你們在你或者你的團隊裡面 都搞清楚你的目標 因為其實你的目標清楚的話 你的指導老師都容易指導你 譬如你以參賽為目標 那你有作品 不要太噁心的話 其實我都會幫你簽名 但如果你是想有排名的話 那我會嘗試將要求 定得合理一點點 還有最麻煩的 可能就是你有些人是想參賽 有些人想排名 於是你一定有爭拗 那這些團隊一般來說 你只有朋友才會組隊 那我也不想你沒有了個朋友 所以麻煩你們在組隊之前 搞清楚大家的目標是什麼 那會開心很多 那之後需要設定一個工作進度表 那工作進度在右邊 這是一個近期的例子 我帶比賽的時候他們用到 那我就會寫到日期有什麼要做 和他究竟是Pass還是不Pass的 那這一組是Pass了 那他現在做的那個進度都是良好的 那但是有另外一組同一時間 都是做差不多的事情 那他每一個 留意是每一個Deathline他都避免了 那於是他的結局到最後一天 是什麼字 是什麼字都不能交出來 那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因為其實設定了Deathline 就像你平時交功課一樣 老師叫你星期日交功課 你不交 之後你覺得你自己會學得懂 這個很有趣的邏輯 我理解不到 也都不覺得這個是正常人的邏輯 那當你開始真的做的時候 留意工作分配和進度 因為其實有些同學可能覺得分工不運 或者他自己做不到 那你互相遷就 給了解 那另外定期去主動地和老師聯絡 因為其實老師都有很多事情做的 那麻煩你們自己都有些自覺性 那如果你們想你們那個報告 是言之有物的 那一定要引用 那這裡我引用了一個Steve Jobs 一個著名的句子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那證明其實我們做人應該要保持一個飢餓感 我們才可以做得更加好的 那這裡很多同學都會問 其實會議是不是必須呢 我覺得是否定的 因為必須是一定要做 那否定的話 就是不一定要做 不一定要做 即是可以做 可以不做 那但問題是在於 其實那個會議是不是有效能的 其實你覺得整隊人都覺得會議是有效能 那今天開會 不過你覺得整隊人是沒有效能的會議 但其實我們是真的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真的沒有所謂 我相信很多老師都沒有所謂 因為老師們其實都很忙 你要我進去一個會議裡面 之後我要帶一個會議 之後整件事都是我去做的 其實我倒不如不要帶好過 那所以想一下 其實你們自己想開會議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 究竟會議的目標是什麼 你想得出的結果是什麼 那這個就牽涉到 你高中的時候 你會學到一些會議紀錄的一些基本能力 就是你會明白其實會議要做什麼 那但是都很坦白的 不單只是同學們 其實以至於成人界都好 很多人是不了解這些基本的邏輯的 那之後剛才也有說過 我們應該要引用 那文獻是否必須呢 我自己也覺得是必須的 那我們下面看看個例子 那我近來就帶了一對同學 參加一個叫做搶盜移擊症的活動 於是他們就嘗試去找一下網上的資料 那結果他們找到的都是這些這樣的網站 你留意一下 例如香港01 其實他的可信度可以有多高 我明白的 記者哥哥或者記者姐姐 其實他都有他盡責的枕查 但是其實他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是很double的 其實我覺得他沒有必須一定是對的 我亦都不覺得他們是有發言研究那個 其實他們都是把別人消化了的東西 再反錯一次 再用一些人類的語言寫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三流的做法 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三流的做法 那上一流的做法是甚麼呢 其實你見到我都繼續搶盈移擊綜合症 來到我的google search 但是你見到我這裡search到的 CUHK或者入港兒醫院 或者是領康香港等等 很明顯譬如CUHK或者港兒醫院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有權威的地方 因為其實他作為醫院他不可以亂說話 他作為一個中文大學醫院他不可以亂說話 所以其實你要引用他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更加大的信心 不過是否最好呢 我都會有少少多數的 因為其實他們都是一些網站 其實隨時改這些內容都是可以的 我覺得最一等的 一定是會用一些科學的期刊 或者可能是一些文學的期刊 他引用別人的資料的時候 或者可能是政府開物處 或者可能是政府審計處等等的資料 就會是最上等的了 因為其實那些資料是通過很多專人的審批和審閱 才可以出門的 譬如像剛才那樣 我們都是要講搶熱激症 但這一篇是在Science裡面抽出來的2018年 其實你只是引用這一篇的話 我們已經很被你可以說服的了 但是很可惜 那些同學其實是 不是很會善用這些資源 到差不多結尾的時候 留意你交的作品必定要過到自己過到人 即是甚麼呢 檢查好錯別事先給我看 第二保持有邏輯 因為其實你如果那些東西很之離破碎 好像很多手腳拼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那個不是一個人 那是一個怪物 因為你根本沒有中心思想 甚麼叫做好的中心思想 小考即是未 因為同學們你們都是中學生 我不預計你要做一個兩年的研究 你做那個可能是三個月 甚至可能你做一個星期 甚至不可能是三個小時的研究 我理解的可不可以定一個 合理而小考的精品尾點 不用做一個九大鬼給我的 麻煩 你切記就是這些清平點對色大包圍 即是你每個google找出來 打擊之後混幾句 然後打擊之後就是自己的 我想問一下其實你的邏輯 究竟要有問題到哪裏 才覺得混在別人那幾十句 會變成你自己的東西呢 之後請你最後完整地重新提一次 才好交給你老師 如果不是你老師的話 應該會很想撕爛你那份project 如果你在投影影片的時候 留意你要小字多圖 甚麼是小字多圖 其實我現在整個短片裏面 都是一個例子 不會不超過讀四十個中文字 用點列的方式圖文相符的 你留意整段短片裏面 我都是符合這些要求的 另外一定會有底色 我自己喜歡黑色的 其他人可能喜歡不同顏色 甚至會自己設計 不要緊的 千萬不要白色 白色好可惡 麻煩你 另外子體大小是同一格式的 你見到我每次頂 中間的子體是一模一樣的 你留意一下 你留意一下 因為這樣看起來會舒服很多 但我不知為何 有很多同學的子體大小 字型等等是會跳來跳去的 被人的感覺非常小朋友 例如這些 你記得到 其實你有一個合理的間距 看起來會舒服很多 這個都還可以 這個是搞什麼鬼 你們很多時候就會被搞什麼鬼 我看之後我都心裡想 你搞什麼鬼 你當我是什麼 OK 如果你不單止要做一個投影片 還要做回報 你試一下回報的時候 留意一下 每一個投影片大約一分鐘 我們叫做 one slide one minute的golden rules 如果我簡稱我街 什麼叫做golden rules 麻煩同學們 記得什麼叫做golden rules 就是one slide one minute 因為這個是我指導老師 其中一個 embed在腦裡的一個資訊 另外因為你都已經要做回報 留意你可以放一些短片和動畫 譬如好像這裡 我們至少放了一張圖 你會看到 將一些東西 可以把它形象化一點點 可以表達 在這個時間分工上面 留意一下 因為可能它需要你一個 合理時間分配 你們自己幾個人 可能出去匯報的時候 就自己要分工 還有做得好一點的 開始和結束 譬如這段短片開始的時候 我會和大家好 譬如大家知道我要開始 一會去到結尾的時候 我都會和大家完成 這樣讓我們知道 有頭有味 如果不是那個 我就會等 如果你在文字報告 留意你的格式和字數要求 譬如在格式裡面 我們很多時候會用表格 表格用來比較數字 圖表用來看趨勢 圖表用來說明抽象概念 還有麻煩你們 如果真的交文字報告 印出來仔細看一次 因為有機會 因為不同的機器 不同的應用程式 或者文字處理系統 是會有走位問題的 走位是非常不理想的 其實你是可以避免 就是你按按鈕就可以了 我作為一個環保小師傅 我也很喜歡印出來看的 這是沒辦法的 因為我生存在現實世界 我們來到最後一刻 希望通過這個短片 可以讓同學明白到 其實一個好的匯報 到底要做些什麼 以至於你們開始去做的時候 令到老師不要太激氣 血壓不要太高 希望同學們你們可以 在團隊裡面 了解清楚你們自己的目標 以至於在過程裡面 你們有所得著的 我今次的分享大概到這裡 下次我們再見 拜拜